Ngay Auntie ng 你好政治揭露 第3節 我剛才講了财政預算案 我當然也能心急使用 不過身口罵公民黨 公民黨就有一件事都要提一提 公民黨批評陳茂波 就说预算案6亿搞改良工赤 不如吸清洁工犯中浅 第一,公民党说这些东西真的挺废的 因为那些清洁工基本上是外判的 如果6亿扔出来 未必是不可以直接去清洁工 但是如果香港厕所的公厕更漂亮 是整个香港大部分的人 有很多人可能不是用很多都用过 如果公厕搞到骂骂骂的 我觉得改良了对很多香港人有益之余 就是这些清洁工的工作环境会变好 或者可以说那些游客来到香港 去这些公厕都会觉得有个好印象 我不明白为什么什么都要骂 你看到这五个是僵尸 立法会僵尸 陈淑庄 你见郭家琪 现在都是乱骂的 满口芳华 这个惠州业主 就反大湾区 这些呢 就直接走去美国 去懒美国佬的 这个呢 僵尸党 这五只僵尸呢 就去帮那些假难民残害香港 一会儿就说为民请命 是吧 就是他们呢 在帮那些假难民打官司呢 就骗政府的那些 那些的 法门 他就吃完法门 跟着搞到香港很多贼呢 他就说为民请命 这些公民党 请大家记住 那么 budget的东西不说那么多了 因为其实 我说过我失望 是吧 就是我对 对他们呢 我極其厌恶的 但是呢 始终呢 有其他话题呢 要讲的了 最后一节 这个礼拜呢 要特别提的呢 就是啊 叶德贤 叶德贤呢 其实呢 就是招惹了呢 社会很大的愤怒的 就是其实呢 公务员的体系呢 运输署呢 我相信陈凡是没落主意的 运输署呢 就找了一个占中 参与占中的艺人 就叫人怎么样 坐巴士 坐港铁 不要做自私乘客 那但是问题是 他参与占中的时候呢 他霸街 我认我都参与占中了 但是呢 我基本上呢 我是有多次公开否认的 我觉得我参与占中呢 是蠢了的 被泛民利用的 但是叶德贤呢 是没认错的 和何韵斯坐得很亲密 是不是 和啊什么 黄耀明啊 这样 跟着这个呢 罗冠聪 罗冠聪 六年大学的假学生来的 就是啊 叶德贤 可以这么 代代平安 是吧 就是好像 摁下摁下 哎呀 占中啊 不记得了啊 就是我觉得呢 香港呢 公务员系统 是很有问题的 就是你为什么会选一个 破坏秩序 有没有公开否认 他占中是做错的 一个艺人 你用他给钱去赚 叫人对他守秩序呢 是不是 就是你占中是不守秩序的嘛 是不是 就是现在这些的 黄色的艺人 你政府现在你带头科水给他 是不是 就是鼓励他们搞 下一回 啊 大耀廷成功煽动了黄背心了 每个星期暴动 那跟着呢 啊 什么什么 杜汶泽啊 叶德贤啊 叶德贤啊 就说他们暴动得好 啊 就打烂玻璃正 那样 那跟着呢 你又说 另一边他就叫人家去坐车 打手秩序 行不行 现在的局势 我不排除的啊 是不是 肥佬黎可能正在做的啊 大耀庆正在说的了 就是佔中匿匿在目的嘛 为什么你可以 现在会去捧这些人呢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 你说起叶德贤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 喂 你香港很多奇怪的KOL 就是 他经常是被社会去捧的 就是我经常看广告 看那个什么 披萨克 就会见到阿Ben Sir的全家产了 政府用书写语 这个可能是社会的习惯 用书写语 去表达 这个是什么 不可以供应的酒类 给 给予这些未成年人士 这样 那呢 阿Ben Sir 这个全家产 什么欧阳 不知什么 不记得了 他就说 要用回 广东话 的口语 去写多一次 然后呢 这些人呢 很明显就是说 你黏着黄文 或者说 喂 走来 到处走 其实在鼓吹着 这个是殖民了 对不起 我们呢 我小弟从小到大 我就读书 我书写语 我懂得写 因为我打WhatsApp 打WeChat 都用书写语 用一个呢 广东口语 但也有用书写语 写语 就是我呢 就bilingual 如果 以这个写字来说 究竟用书写语多 还是用口语多呢 广东白话口语多呢 就是我觉得呢 没有需要 在这里特意 小题大做 但是很明显 这些人 是替美国佬 正在做东西 而披萨克 这些 背后好像是 疑祸的 就捧他 卖广告 逼我过年日日看他 他拿着披萨克咬 那我记得咯 是不是呀 有时候这些 扑街 KOL 你是对香港 是有问题的嘛 就是你少少东西 你去做 你去发围 你去建坡 那接着就说 你现在呢 香港被压逼 香港呢 就是被共产党 逼你说书写语 喂 英国佬的时候 都要我们用书写语啦 对不对 我自己 我七二年出生 我小学 受英国佬教育也好 英国佬要我们读中文 一样是书写语 书写语就是普通话 普通话的 直接写下去 是不是呀 不是用普通话 不是用 广东话白话口语 那为什么你不留英国佬呢 当年 扑你的街 就是 就是说这些是多余的 就是我觉得 一些生活的习惯 就是你说 这个是 用 用 这个 其实我的立场是变的 如果比起几年前 我又认的 因为想不通的嘛 有些用书写语 还有 广东话白话口语 就是 我是会混乱来用的嘛 我很难说 那种用书写语 就是人家殖民洗脑侵略 而且那个侵略也不是共产党做的 英国佬的英字时代都是这样的 整个中国 我可以说到处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些 你住福建那些人 他的口语都 福建话口语 和普通话是不同的啦 但是你写正经文章 都是写书写语的啦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 小小东西发为喜叹 跟着这些什么 陶傑 在这些什么 陶傑 在这些 无无畏畏 他说一些贱格的东西 现在华为呢 新的那部5G手机 是可以接叠的 跟着呢 卖到2万元一部 跟着呢 华为呢 就笑人 就是 你卖了个肾去买华为啦 说真的那句 美国佬控制呢 这个伊斯兰国 他在呢 敘利亚和伊拉克 乱杀人的时候呢 他们就去卖很多器官 他们就被美国佬包庇的 你听到伊斯兰国出现的地方呢 无端端呢 在菲律宾出现 他们乱杀人的时候 就卖器官 跟着现在缅甸又出现了 罗兴亚人 又是伊斯兰国的 美国帮拖啊 冤枉人 又是卖器官 跟着那些科索欲那些 又是这样的 在南斯拉夫打到乱龙的时候 他人家 跟着他斩死那些 塞尔维亚的人 去卖器官 跟着呢 塞尔维亚的人反抗呢 黑龙带飞弹呢 炸 塞尔维亚咯 炸到别人的国家四分五裂咯 卖器官 美帝最聪明啊 哭你个街 这些 这些人 有时候在电视上 都会看到陶杰会卖 卖广告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要逼我看呢 我明白了 因为这些人渣 要用广告去曝光捧他们 令到你觉得 他们说话有实力 等到那些普通人呢 就会发狂去听 你逃杰这些人懂什么政治呢 你说到有什么有益呢 你不就只是踩中国而已嘛 是吧 就是 然后你说英国很高尚嘛 其实呢 老实实 如果我读那么多历史呢 我觉得英国呢 英国人真的不是偉大的 就是我在加拿大见他们 哇 每个东西都很严重的 去机场拿一些设计 比香港多多声 对不对 你看到 他们很多东西都很笨 为什么那么笨呢 英国人就是不聪明 英裔人 我不觉得他们特别聪明 美国整个国家都一团做 对不对 是吧 我是不是真的聪明 不一定很多东西都很差 不过 他们英国人崛起呢 好命 当年呢 他在欧洲 自己打到乱的时候 他在一个岛上 很多战争都不关你英国本土事 反而如果英国佬参与欧洲的战争呢 那么起码都不会消到自己的岛上 他就自然而 别人打到烂 他自己本土没有打到烂 他就崛起咯 美国佬是同样的 两次世界大战打到烂了 那都打不到北美 那你打到烂了 他就崛起咯 那你说是不是欧洲佬特别聪明过人呢 英国人 或者英语系的人 我叫东兴傻 我真是觉得爱东兴傻 如果我觉得中国人比英国聪明更聪明 讲英文的人 我说真话 如果中国开放改革只有四十年 四十年就追到现在这样 华为威胁了整个西方 那用四十年时间而已 老友 你这四十年 简直追了人家几百年的时间 那是不是代表着中国人聪明呢 那中国人是聪明的 那你在外国里面 在西方那些一流大学里面 你见华裔样子的 你猜小吗 他们一向都很记中国的 因为他们发觉 咦 那些中国人 读读英文呢 那些学术能力呢 那些学术能力呢 其实就和他们的鬼佬呢 是没有分别的 甚至比你聪明的 如果不是 中国怎么会这么早有核弹呢 就前学心 走鬼再去中国咯 在鬼佬读了 研究过 两手空空地回到中国 就记得翻了 就砌出来 那中国在1964年就有核弹 那这些都是说 你中国人就是聪明的 你催吗 是不是 我是这么看的 总之是华裔 这是一个事实 除了说 骂这些什么 陶结 你去踩中国 那你将某一些中国人的烈恨 你无限放大 但是你整个整体 自信中国人是厉害 和聪明的 这个我都没得争 就是陈云那些 你去丑化 说什么大陆是蛮夷 跟着就来崩溃 但是到现在 今时今日的地步 现在按我的资料去看 中国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值 是大过日本德国家 美国三个国家的总和 短短四十年的时间 中国由一个 乱七八糟 刚刚文革原 变成 弯道超车 超越了整个西方大部分的国家 这个并不简单 你们说什么大陆是蛮夷 大陆那些人不是蛮夷 你那些城邦论破产 还有人提醒你陈云吗 你们去仇华仇中 是你们去做梦 大佬 我这些东西很客观 最后 我都 说多 其实我都没什么好说 不过 你看到 譬如说 城报那件事 我觉得这一节提码就完了 因为城报 那个老板 其实自认了汉奸 就说要天灭中共 他说他是中共的迫害者 所以现在就要努力去反共 反共反习 那这个呢 他在宣传着 什么去爱美 伟大的美国 就是周街枪击案 的美国 他就去爱 不要紧要 但谷卓恒 城报老板 曾经 就 弄了一大堆的文章 就不知道叫做汉江舌 他就说 梁振英 就包庇港独 又说 港独四人组 就好像 好知道中国内情 跟着呢 就说 习近平 会支持 这个 曾俊华 跟着呢 那些港独 全部都是江派 去包庇 其实整个故事 就和大纪元 是一物相承的 那现在呢 城报呢 已经公开 将他所说的那些 大话呢 全部呢 他已经亲口承认 是假的了 因为一个 一个反共分子 绝对没有大陆的 独家了 是不是啊 他没有独家了 那汉江舌 说的那些 全部都是流 那就是什么 干杂斗争 这些全部都是假的 江泽民 可能他自己下面很多路人 其中一路叫周永康 那习近平有反过周永康 那当然是事实啦 捉了六只大老虎 捉了郭伯雄 捉了 徐才厚 跟着呢 温家宝捉了 薄熙来 周永康呢 习近平有份捉的 跟着呢 另计划 再加孙政才 六只大老虎 中共里面呢 习近平有很多敌人 但是他在第一任期 已经捉了六只大老虎 他的敌人捉了 就是这样 那你说 如果说 张德光反习呢 就瘋了 妈根 就是 你们 承报 说了很多东西 让我们以为是真的 原来你是另一个郭文贵 因为 杀有介事 原来是洗脑 所以大家呢 真的 真的 对一些 古灵精怪 不开名 不开样子的人 小心点 什么叫 盲向编辑部 跟着整个网台的人不露样 就抄何志刚讲话 那大家就不要听了 这个我真是语意心详 狗针一架 是吧 就是说几句坚的 就是去骂西方民主啊 骂美国佬啊 然后突然摄一句 奇怪怪的 他们喜欢做这些东西 所以 如果你听网台 露样子的你才去听 这个我就建议的 因为实际上 太多洗脑了 作品啊 承报当年那堆的汉江舌 就误导了我很久了 大家小心点 说着这么多 这个星期